因為對韓流現象大家有很多評論 我想知道您自己對韓流現象 或者對這個有這麼多熱情的粉絲也好 民眾也好 對你非常關心 你自己怎麼看 不好意思我要超越題目了 不好意思 沒關係 不好意思跟企業界朋友道個歉 因為這個題目已經跟今天下午的座談 主題有點不太一樣 謝謝 韓流就是一個代名詞 關鍵是明星事變 這個我到了高雄 就發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變了 另外一個三民主義 明星事變 這個又老又窮 人民期待不一樣 所以我去高雄時間並不長 將近90萬張選票投在我身上 就是懷抱的一個希望 這個希望是韓國瑜當市長帶來高雄的改變 因此我們把這個現象 簡稱為韓流 事實上就是民心不滿 那這場選舉最重要它帶來的意義在於 未來 現在跟未來 台灣的政治人物跟政黨 要如何執政 這個是非常重要 過去一些很廉價式的 扣帽子式的 意識形態式的選舉 獲得選票獲得政權 可能會被淘汰 應該要被淘汰 例如平時不燒香 平時不努力 選舉到了就扣帽子 這都是很廉價的 像最近我被扣帽子 被扣的最厲害就是賣台 結果我去了一趟香港 澳門深圳 回來就是很簡單廉價的扣我帽台 這個賣台 結果要把這個金箍咒 帶在我這個腦袋上 因為這個很廉價 可以掩飾過去三年 台灣大多數老百姓 經濟上過得非常的困難 很容易就掩蓋掉了 事實上很多話在美國講 也不是 不見得讓台灣人民覺得很舒服 因為我應該回到台灣來講 可是你這個題目問的 已經問到的要害了 事實上台灣過去三任總統 大概都是台大法律系 那三個台大法律系的總統幹完 大概台灣的經濟跟競爭力 基本上已經殘廢了 殘廢了 這二十多年來 事實上我們台灣鬼困得很厲害 我這趟去了新加坡 香港澳門感觸特別多 在二三十年前台灣是老大 南韓都拋在很後面 這趟去新加坡國民所得 將近六萬美金 香港國民所得大概在四萬五到五萬美金 澳門國民所得將近八萬美金 台灣大概還在兩萬四到兩萬五 所以所有的藉口都不能掩飾 我講這句話 台灣是鬼混了二三十年 那 為什麼會這樣 熟練自治 我覺得這個解釋的原因都非常的多 但是現況就是如此 現況就是非常多的台灣人民在受苦 這是現況 大家 有些少數人是光鮮亮麗的 過得很好的生活 但是很多中低收入戶 過得苦得不得了 所以寒流 或者說明星思變 應該標誌著 未來的政治人物跟政黨 要真正真正 紮紮實實地站在 民眾的 利益上來思考 跟民眾生活上的福祉上來思考 就是我講 最近講的一句話 從廈門學來的 莫忘世上苦人多 受苦的民眾太多了 所以我覺得寒流現象 如果有一點點小小的意義 在於提醒了 台灣當前的政治人物 一定要以人民為本 回到民本這兩個字 而不是在權力這兩個字打轉 然後 不停的用各種抹黑扭曲造謠 繼續獲得政權 這個將來我回到台灣 會進一步闡述 那目前在洛杉磯 我就點到為止 好吧 謝謝